二战逃兵比例最高的国家有哪些?日本居然少得可怜,而美军却多得离谱,最后排名第一的居然是个中立国,可谓是出人意料,本期为大家盘脸,二战各国逃兵比例。 首先,战场上出现逃兵是每个国家中都会出现无法避免的事情。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场高强度、高密度战斗发生的战争,伤亡是极其惨重的,这也必然会产生许多逃兵的出现。 为了保证士气军心不被动摇,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军队阵线的稳定与作战能力,各国通常都会出台针对逃兵的法律条规,用以约束,有的严苛,也有的较为宽松。 我们先来看轴心国集团的逃兵情况,首先是日本,逃兵数量很少,堪称只能战死,不能后撤。 一方面,原因是日寇对于自家逃兵的处置手段十分狠毒凶残,一些日本士兵没有死在战场上,退下来便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而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因为武士道精神。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国内便开始盛行起了军国风气,同时还夹杂着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这让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养成了极其扭曲阴暗的观念。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别说是当逃兵了,就连不当兵都会遭到左邻右舍的歧视与怒骂,家里如果有士邻的南丁不上战场,全家人都会被看不起,整日遭受白眼。 由此可见,当时的日寇军队已经恐怖到了何种程度,在战场上当逃兵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不过还是给了选择的,要么自己切负自尽,要么死在昔日同袍的屠刀之下。 在这样极其扭曲的观念中,任何一个逃兵的出现,对于其部队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连带着所有人都颜面无存,可想而知,如果逃兵最后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将会承受怎样的非人折磨。 到后来,这些切负自尽,以死效忠天皇的手段,甚至不再仅限于用在逃兵身上了,一些打了败仗的日寇部队甚至还会出现大规模以死谢罪的场面,简直没有一点人性可言。 有一个史料记载的例子,更是描述了日军的残暴无人性,那便是大名鼎鼎的1938年兜景雄图村事件。 这个日本人因废结核无法参军,结果被周围所有人看不起,甚至恋爱中的女性都因此一情别恋,嫁给了别人,结果兜景雄承受不住打击,直接挥动屠刀,屠杀了整个村子的人。 甚至在后来,比如知名的苏军日本战俘被苏联送去西伯利亚各种残酷折磨,竟然也被日本国内视作逃兵耻辱,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回到家乡,最终也只能在病痛,精神疾病与他人的白眼中度过余生。 二战各国是如何处理逃兵的?德国的手段堪称残忍,而美军的处理态度让人吃惊,而日本的只能用邪恶扭曲来形容。 接下来要讲的是纳粹德国。 事实上,比起已经完全灭绝了人性,手段堪称恐怖的日本来说,德国还算是好的,但也仅仅是好一点点而已,毕竟本质上还是个邪恶轴心。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光是在明面上,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以逃兵罪名处置的军人就高达恐怖的2.3万人之多,其中甚至有超过1.5万人被直接判处了死刑,由此可见德国对于逃兵处置的严苛程度。 而那些免除了死刑处置的逃兵,下场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通常都被送入了承戒营中从事各种极其危险的活动。 这个所谓的承戒营,说白了就是当炮灰,作为一次性作战力量来使用,包括弹不限于肉身排垒,先头冲锋,基本上就是单纯的送死。 由此可见,那些侥幸从严苛条例下活下来的德国逃兵,实际上又被送进了新的地域,发挥最后的作用。 在二战期间,气数将近的德国处理起逃兵就更加恐怖了。 1945年,德军元帅舍尔纳曾下令,如果在德国后方出现了任何不能出示上级调动命令的士兵, 全部立刻抓起来就地处决。 这条命令直接导致许多只得到了上级口头命令,为拿到只知证明的德国官兵,突然就被抓了起来,而后就地处决,死得不明不白,比斗鹅还怨。 甚至在战争结束,德国都已经投降了之后,德国方面居然还要处决自家逃兵。 在荷兰阿姆斯克丹的战俘营中,就有两名来自德国海军的倒霉弹遭受了此待遇。 明明德国已经投降了,德国军官居然还要组建一个所谓的临时军事法庭,将他们就地枪决,简直是毫无人性可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美对于逃兵的处置。 美国少爷兵在世界上可谓是出了名的优渥的后勤资源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养成了美军士兵养尊处优的性格。 但这并不意味着老美士兵战斗力底下,也并不意味着美军队出现的逃兵就这么不管不顾了。 1942年,老美为首的盟军部队登陆北非后,随着兵力的紧缺,大量来自美国的新兵也随着投放上了战场。 新兵算是出现逃兵的重灾区,这也算是人之常情,毕竟首次踏上战场,看见炮火漫天与满地的尸体出现未战心理是很正常的事,美军中的新兵便是如此。 大量逃兵成批成批的出现,他们有的害怕在战场上死亡,有的人甚至是觉得军队中的条件太苦了,他们是抱着享乐的心态踏上陌生大陆,而不是来吃苦的,居然就因为这样的理由做了逃兵。 大量逃兵的出现,也给美军的秩序与战斗力产生的严重的影响,不少逃兵甚至劝说战友跟着一起逃离战场,可想而知带来的混乱有多么严重。 然而,这还不是美军逃兵所做的最过分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老美对于逃兵的态度。 美国军队堪称少爷兵,部队在登陆北非、欧洲等战场后出现了大量逃兵。 面对这些少爷兵,老美派出了许多心理领域的人员组成疏导小组,专门负责对这些逃兵进行心理上的沟通与治疗。 逃兵问题因此缓解了一点,但仅仅只是一点,每时每刻依旧有大量的逃兵从美军队伍中逃出。 并且这些逃兵还坏事作戒,在欧洲地区与当地闲散人员相互勾结,凭借着身上的美军军装欺男霸女,抢夺财物,打着美军的旗号型步伐之势,简直丢脸至极。 直到战局出现好转,老美才腾出手来抓捕这些逃兵,但他们的处置手段却相当的温和。 二战期间,美军逃兵来到了惊人的五万人以上,最后被判处死刑的不到五十人,可见处理的相当宽宏大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苏联对于逃兵的态度。 关于苏联对逃兵如何处置,最知名的莫过于大明鼎领的第270号命令,居然将被俘获的苏军士兵也定义为了逃兵, 这样的命令起初是为了增强苏军的战斗意志,但最后实际上却是起到了反面作用, 让苏军士兵产生了极大的畏战心理。 因为在这条命令中居然规定了被定义为战俘的苏军士兵, 其家人将失去所享受的国家权利以及接受救助的资格,这无疑是极其不合理的。 因此,苏军部队普遍对这条命令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不满, 在短短一年后,被俘的苏军士兵人数居然暴涨至300万人。 这使得苏方不得不取消了270号命令, 转而颁发了霍布吉家人的227号命令, 这才使得情况得到了缓解。 要知道,苏联是二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苏德战线上的战争究竟有多么惨烈自然不用我多说, 光是正规军队的死亡人数就来到了惊人的900万, 民兵的死亡人数更是大大超过这个数据, 至于伤残人数更是天文数字根本无法统计。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军部队出现逃兵其实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不如说在见识过了那如同地狱一般的战场后, 能够依旧怀揣着汉不畏死的精神战斗的苏军将士有多么值得钦佩。 但在战争结束后,依旧有高达数十万人被定性为逃兵, 其中有将近8万人被判处了死刑, 其余人绝大部分都送进了承介营, 或是重新编入了前线吧部队。 1945年和1949年,苏方两次宣布, 赦免放弃战斗但未落入敌军手中的逃兵, 这些人回到家乡后, 待遇就要比前面提到的战俘好得多。 最后我们来说说一个特别的中立国, 也就是二战中逃兵比例最高的国家, 爱尔兰。 二战期间, 爱尔兰全国总兵力大约在6万人左右, 却出现了将近7000名逃兵。 但和想象中的逃兵不一样, 他们并不是为了逃离战争, 而是参与战争, 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自愿成为逃兵。 二战期间, 爱尔兰一直与中立国自居, 因此没有加入战争, 一份填膺的爱尔兰士兵, 主动脱离了爱尔兰军队, 加入了英军等部队打击纳粹分子。 虽然爱尔兰未与德国开战, 却又包括7000余逃兵在内的 6万多爱尔兰人加入了战场。 令人唏嘘的是, 二战结束后, 这些为反法西斯做出过贡献的战士 依旧被爱尔兰方面定性为逃兵, 并做出了多项处罚, 令人相当寒心。 感谢观看